非常重要,因为很多同学少加这三个字 一乱起来,奇怪,老师为什么第一次可以执行 第二次不能执行,都一直问一字 说真的,我也是没办法,我讲过了 可是那个影片里面有讲,但是可能这样就过去了 同学不知道说,老师第一次可以耶 第二次就不行了,怪了 所以如果以后遇到这个问题,请检查 你的CREATE TABLE里面有没有这三个字 如果有,那应该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都会正常了 但是如果没有,你只能RUN第一次 为什么,因为第一次会CREATE 可是第二次呢,如果你用CREATE的话 那会出现什么,出现重复的这个什么TABLE名称 除非说你在TABLE01,那个123那个有没有 你就换一个名称,那当然就OK了 可是你必须把那个123给记下来 那很麻烦啊,倒不如加三个字 IF, NOT, ADESS 而且特别注意哦 这三个字,这几个语法 因为是标准的SQL语言 所以无论你今天是 无论你是SQLite 或者是其他的Database,其实到底都一样 OK啊,所以基本上啦,你学完那个SQLite之后啊 其他地方也都通用啦,都通行啦 所以为什么要,只要讲到资料库啦 请你去学SQL就好了 跟你出国一样嘛,你出国先把英文学好吧 你英文学不好,你到哪里都不通啊 对不对,到底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是共同语言,就跟你到资料库的世界里面 共同语言就是SQL 每一个资料库都听得懂 也就是你要跟他要资料 你就下一样的语言 他会给你你要的东西 OK,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注意 那怎么样去新增资料表啦 然后怎么样去做新增修改删除 那都是下SQL语言 所以特别注意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呢 要新增就insert into table两个栏位 因为第一个栏位会自动产生 自动编号,所以不用给 给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你要update的话 你可以下update语法 所以特别注意哦,讲义里面都有 update哪个table set哪个号码 data更新一下 更新什么呢 会有这个东西 会有ID等于1 就是把那个第一笔记录 更新为12 OK,然后再执行过 然后delete 那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说把那个上个礼拜的这个范例 我把它执行起来 上个礼拜这个范例 执行起来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发现 这边实际上功能非常简单 就是insert into table两个栏位 values 刮弧 1 资料1 按下去 诶,资料1就出来了 然后再按下去 它又一笔了 不过我好像 这个好像没有把它左右掉 我好像记得把它back掉 我看一下 back之后 再把它 回来 我是不是没有把它加 加那个功能 我看一下 sicle line 1 OK,那 再新增 OK,又一笔了 那因为我有增加那个 back之后 on detroit 会把里面的table 做不掉 所以它又重新开始 那假如说我今天呢 我今天我要更新什么 第一笔记录的话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要把里面的1改成12的话 那很简单嘛 你就怎样 把这个地方 改成什么 试试看 这边有个什么 update table 所以你直接在这边打一个 update 什么呢 table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什么 set 所以你这边的话 当然你就把这个语法稍微打一下 因为在这里面打 好像真的比较麻烦 set什么 这个lumber 等于12 就是说呢 去把第一笔记录改成12的话 那其实在这边 方法 就是类似像这样 等于12 然后你把这个地方 不要也不知道这个 在这里 OK 等于 OK 那类似啦 你就把这个 试着执行在这边 这个地方 那你会发现 如果更新的时候 底下的东西呢 执行之后 也会更新的 那如果说你执行底下这一行 比如说你要把第一笔删除的话 你就打一个delete from table01 会有ID 会有ID等于1 执行的话 第一笔记录就删除了 那因为你经过删除 它会重新refresh一次 我试一下 如果说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键盘输入 不行 它好像只能 我看 直接这边打 它不接受 是这样 它这个没办法打 所以只能从这边拿 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那delete执行之后 它这笔记录就删掉了 OK 试试看好了 这个部分的话 是上个礼拜 那个Seqco Lite的第一个范例 那利用这个范例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只要做新增修改删除 其实不见得一定要用 那个Seqco Lite类别里面 那三个方法 其实也可以一下Seqco语法 可以达到一模一样的目的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